好,應該蠻多人都有看過這個電視一字千斤吧 嘿,他們上面是不是都有這個自力測驗 對啊,他可以像這樣玩自力測驗 那這個自力測驗的話呢,我就來考考各位囉 如果像我們剛剛這個,我已經玩過了 那當然你要純也可以,不純也OK 我先做一個儲存的動作好了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儲存起來 他大概會長了什麼樣子 我先建一個資料夾 好,我先來桌面上,建一個資料夾 OK,現在呢,我把它存到那邊 儲存,選擇這裡,新資料夾2 這個,打個勾 他就會幫我把這些存起來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它清掉了 有沒有,我們就可以把這一次的清掉 那不用,這樣就清掉了 那順便給老師看一下 當我們這樣送出來之後 有沒有都保留下來 那比較特殊的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有一位同學是畫這個 那您不是有做平柱嗎 有沒有發現兩個會同時存下來 就是原版也會存 您做過批閱的也會存 那檔案名稱就是 他登錄的時候那個同學的名稱 這樣您就不會弄錯 有沒有,Original Market 這樣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就可以,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要玩儀式前進啊 像這樣的,誒,問完了是不是同學就可以送出 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好,這樣 好,可以嗎 就算了 333 3 5